现代游学这个概念是起源于英国 在旅游的同时学习 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随着旅客对暑期知识充电需求的增多 英国的学校推出了种类众多的暑期课程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 英国学校推出的种类繁多的暑期课程中 英语学习依旧受到不少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不少人希望借此能够提升自身的英语水平 英国旅游机构的报告显示 每年来英国的35岁以下旅客达到了1490万人 为英国带来了22.3亿英镑的收入 除了提升外语能力外 用4到6周的游学时间学习一项新知识 也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热捧 很多东西的最高的学校 提供完整的学校课程中 你能够取得一个短期课程 来温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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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并没有学难上国 za學校 同时一场这一间球课程中 并有宝诚的经济试 联统在同时 ст能及勝 Pipodaff讲 你也可以课程中联统 带来温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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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面对市面上种类繁多的暑期游学项目 伦敦教育监管部门也建议游客 选择官方认可的院校所开设的暑期课程